恋宗的最后一期粉丝们最关心的 就是和明星们的关系 他们都是亲眼见证了这一步 所以他们都想要在现实中继续走下去 心动的信号 耳中的赵奇君与杨凯文 熊笑语与宋明生 在喜欢你我也是宋的宋明生 陈强与念墨宜在我们恋爱吧中 王能能与罗拉都是半生不熟的情侣 这些情侣都是很受欢迎的 也是网友们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在节目中牵手的明星们 应该多向他们学习一下 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 心动的信号五中的一对新人 育员CP和6万CP还有肉粽CP 雪球CP 四个人的牵手都曾经引起过轰动 育员和6万是真正的一对这一点无庸置疑 让人奇怪的是肉粽CP这两个人平时很少做生意 有传言说他们分手了 四人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没有回答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金家月竟然回复了 说他和陈宗文是不是已经分手了 这名女粉丝问金家月 他是否真的和陈宗文分手了 还有人说他们应该是分手了 但是粉丝们都是冲着他来的 他好歹也要给个说法 金家月也发了一条微博表示自己很抱歉 金家月的回答让所有人都兴奋了起来 金家月的意思是他不是不想回答那些关心他的人 也不是他不想回答只是他不能告诉他们 从金家月对粉丝的质疑中 他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羽毛还是很看重的 可谁也没有想到传言竟然是真的 他和陈宗文真的分手了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金家月和陈宗文的关系并不好 金家月长得很漂亮 工作也很好追求他的人肯定很多 陈宗文的实力很强 但是和金家月这个体育明星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两人的关系已经很好了 两人的关系已经很明显了 金家月是浙江的人陈宗文是上海的人 两人的生活地点都不一样 两个人的关系怎么可能持久 金家月的反应已经很明显了 他们在节目结束后 还在犹豫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们一定是和节目组签订了什么合约 这才让他们无法在一开始就和粉丝沟通 至于最后一期他们为什么要合作 故意给观众制造一种谈恋爱的气氛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他们是要配合节目的 金家月肯定和陈宗文在一起很久了 不过两人终究还是走不出这份远距离的恋情 最后只能分手 成年人之间的感情最重要的是选择 就算分手了也不会有太多的甜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